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田信秀 知田家本身是伪张国守护带 但是魔王他们家这一帧属于庶处 没有继承权 所以他们家一直担任知田敌流的重臣 然而他的老爹知田信秀仗着自己的能力不断地与周边大名争雄 慢慢的实力越来越大 在后来已经完全压倒了敌流知田大河守家和伪张守护斯波家 虽然在面上信秀一直以宗家为主 但实际上伪张地界基本上他说了算 信长乃是知田信秀的嫡长子 在他很小的时候 老爹就把纳谷野城交给他来管理 相传少年时期的魔王行为乖张 特立独行 从来不讲世俗礼仪 按理说呢 他们家在当地绝对是赫赫有名 身份尊贵 更何况呢本身就是武士出身 自己又是城主 行事做事都要有个样子才对 而魔王呢却不管这一套 经常放下身段 跟平民的小孩打成一遍 走在大街上也是东倒西歪 要不就随手磕着瓜子满地扔 一边啃着水果一边大喊大叫的 喷别人一脸 要不呢就是大庭广众之下 跟人勾肩大背拉拉扯扯 总之啊是站没站向坐没坐向 按照当时人们的标准 简直是倾其者中的倾其者 所以呢家中的人们呢都在背地里笑话他 说这孩子是不是傻呀 魔王知道别人对自己指指连点呢 也不说收连点啊 继续我行我素 导致他脑子有问题的言论啊 在伪装广位流传 逐渐的他就有了个外号叫伪装大傻瓜 然而不管平时再怎么倾其 信长啊都会拿出足够的时间 学习兵法 研习武艺 在这方面从不懈怠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儿子 有这份诚服 所以老爹信秀呢 才对信长的行为方式 没有过多的介入 1546年12岁的信长正是圆福 第二年从三河投奔而来的 护田康光向知田家透露了消息 三河松平家寿主 松平竹千代即将前往 郡河金川家做人质 知田信秀抓住时机 半道上劫持了人家 想要以此来要挟金川家 竹千代转而来到了 知田家做了人质 这个竹千代就是日后的 德川家康 小乌龟当年啊 刚四岁 在知田家生活了两年 很有可能与大自己 九岁的信长相识 这也为以后啊 他们两人结盟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549年前后 老爹知田信秀 与美东著名的盗国者 斋藤道三达成和睦 道三决定将爱女归蝶 嫁给信长 两家结亲已巩固关系 据说在宋女儿出嫁之前 道三将一把匕首交给了归蝶 并且嘱咐道 如果信长跟传闻中一样 是一个傻子 那你就用这把匕首捅死他 然后啊 我趁机率兵攻入北上 当时信长啊 应该是作为家中继承人 迎娶的归蝶 而归蝶呢 却反问道三 如果夫君不是傻子 那是不是要将刀口冲向您呢 道三听后会心的一笑 复舍的女儿 果然也是个小复舍 归蝶嫁下去之后啊 自然没有侧杀信长 反而一直作为信长的内助 后来他与猴子的老婆宁宁 和秦田丽家的老婆阿松 并称为战国三夫人 非常潇洒的三位女性 有52年 老爹知天信秀病逝 信长以嫡长子的身份 继承家度 然而在葬礼上 魔王大发狂症 竟然往父亲的佛刊上扔抹香 在场家臣拉都拉不住 可能啊 是悲伤过度啊 用这种方式来发泄 看到新主此等行为 众家臣内心纷纷不安 知天家交给这么个人 到底行不行 就连信长未来的比头家老 柴田圣家 在此时啊 也站到了信长的弟弟 知天信行一方 而信长的老师 平守郑秀 也一直劝谏他 收敛乖张的行为 可是呢 魔王就是不听 最终啊 平守郑秀 切腹自杀 以死为贱 终于触痛了信长 从此以后 他才逐渐改变 自己那清奇的行为方式 1553年 魔王的老丈人 斋藤道三 得知了信秀去世的消息 决定趁此良机 向知天家发难 于是他修书一封 邀请信长 与自己在伪张 和美农交界的 郑德寺会面 准备亲自瞧一瞧 这个女婿的气量 自打两家结婚之后 道三还没见过信长 如果信长 真是传闻中的傻瓜 那么一不做二不休 当场就把他斩杀 然后大军开进伪张国 所以适日 斋藤道三 提前来到了郑德寺 刀副手早已埋伏好 自己来到必经之路 暗中观察 一会儿有人来报 说信长已经赶来 道三往外一瞧 只见马上的女婿 弹胸漏乳 劈头赞发 东看看西望望 如果不是手下一帮 军容整齐的士兵 跟着他 还以为啊 他是哪里来的浪人呢 道三这气不打一出来 心说保卫女儿 便宜这个傻子了 于是呢 就赶紧回到了郑德寺 等待信长到来 这左等右等也没来 几个人呢 正在那喝茶呢 忽然外面跟炸雷似的 轰轰直响 斋藤道三给吓得不轻 赶紧让人出去瞧 回来的人说呀 外面是您女婿信长大人 在那放枪呢 粗略一数 少说四五百亭铁炮 道三一听这个心说 这小子行 啊 这是给我示威呢 先不说 这么多铁炮的杀伤力 足以让我不敢轻举妄动 光这几百条枪 那也得不少钱呢 家里没几个大子 能摆出这阵势吗 正寻思着呢 信长进来了 只见他衣冠整齐 沉稳大气 身上干干净净的 头发一丝不乱 跟刚才啊 完全是换了个人 坐下来打招呼 也是规格矩矩 啊 非常有礼数 道三这心里不禁刮目相看 那原来女婿啊 不是真傻 而是世人不识 他的气量啊 于是道三赶紧吸鼻笑脸 对信长讲 女婿来了 一路风尘 想必饿了吧 来 我这有刚泡好的茶泡饭 先来一碗 信长赶紧接过来 啊 也是恭恭敬敬的 两人呢 一块吃茶泡饭 相对无言 刀骨手呢 也撤了 不撤啊 也不敢动 外边几百条枪 瞄着呢 吃完之后 道三对信长讲 好女婿 规谍现在可好 你们俩得抓紧呢 早点让我抱着外孙 趁着我身体还行 也能帮你们看 那孩子 信长那边答应着 岳父大人啊 正努力着呢 就是一直不见动静 其实啊 是规谍没有声誉啊 道三讲 行行行 没事啊 顺其自然吧 天不早了 咱各自回吧 就这样 两人第一次会面结束 等信长走后 道三对身边的人讲 看来我的儿孙 也只有给信长 切码坠凳的份了 自此之后 道三转而全力支持信长 而另一位大佬 月前九头龙 昭仓中低 也对信长评价很高 甚至在他临终之前 都对身边的人说 我真想再多活几年 并不是我惜命 而是我想看看 知田信长会有什么作为 可见魔王之才 并非一般人可食 虽说魔王他们家 在伪证势力很大 但是呢 父亲知田信秀啊 在生前一直没有独立 仍然属于知田家敌流 和守护思国家的臣相 而魔王当时的人望不太好 很多人呢 都不看好他上位 所以在继承家业之后 魔王的情况并不乐观 能让自己位置坐稳的 最好方法 就是统一整个伪证 咱们翻身做主人 你对我有意见也白搭 那么要拿下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与自己同族的伪证守护带 知田大和守家 也就是知田家的敌流 在老丈人斋藤道三的大力支持下 本身呢 就势在必得的信长 很快就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 最终在1554年 青州城被信长攻取 守护在知田炎武郎自杀 知田大和守家灭亡 也就是在这一年 有一个外号叫猴子的人 出现在了信长身边 替他切马提鞋 没过两年呢 自己的老丈人斋藤道三 被儿子斋藤一龙逃死 原因呢 是道三想要废敌利诱 结果呢 被儿子干了 据说在危机关头 道三写下遗嘱 将整个美农赠予信长 并且希望他赶紧出兵先救 魔王收到信后 立即出动 可惜啊 还是没赶上 在到达之前 道三就已经生死 信长只好撤回 从此以后呢 他便以道三的遗嘱为理由 不断的想要夺取美农 然而最支持自己的老丈人死了 身后少了一座大靠山 所以啊 有一些家臣就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一直觉得信长太过于离经叛道 包括知田家重臣林秀珍和柴田圣家在内的一些人 便拥立信长的同母弟弟 之前信刑起来举兵 据说信刑这个人呢 跟信长完全不一样 形势规规矩矩 做啥都是一板一眼的 信长自不必说 肯定究极力量进行评判 双方对决于道声援 结果只用七百人就将信刑的一千七百人打得大败 就说在战场上魔王一声怒吓 对面不少士兵啊就纷纷逃跑 看来嗓门挺大 应该是从小骂接恋的 战后呢 大将柴田圣家被俘 信长不仅没有怪罪他 反而极力的称赞他的勇武 再加上信长的圣母求情 因此啊圣家得以赦免 见识到魔王的心胸之后 柴田圣家割发也谢罪 并且表示啊 今后会一直忠于信长 对于弟弟之前信刑 魔王也没有过多的追究 毕竟有老娘在 又是亲兄弟 总得给此机会 通过这一次评判呢 信长在家中的人往空前提高 人们开始发现呢 并不是信长喜欢离经叛道 而是自己啊 没有眼力见 体会不到信长的才能 结果两年之后 知田信刑既吃不既打 再次准备举兵谋反 这会儿可没啥人 站在他这一边了 得知此事的柴田圣家 立马向信长揭发了信刑 信长无奈 只好设计 谎称自己生病 将信刑诱骗出来 然后诛杀 这样一来 整个家族内部 也被信长完全评定 在1558年的当年 信长又将知田家的另一敌流 知田一世守家消灭 整个伪章实现了内外完全统一 第二年的农历 二月二日 正好是龙台头 魔王突然领着五百人出现在的京都 神不知鬼不觉的上落 据说呢 是为了夜见幕府将军足立议会 想要让幕府认定自己为伪章的官方统治了 看来呢 应该是没有成功 1560年 知田家的老冤家郡和金川一元 汇集两万五千大军开始进犯伪章 金川一元号称东海道第一公曲 这里的公曲呢 是武士的意思 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手下握有郡和远将三合三国领土 总蛋高达到了百万代 哪怕是当时的关东龙虎师三雄都略逊一筹 一上来 金川家就攻下了不少城池 其中最卖力气的 就是曾经在知田家做过人质的松平竹千代 如今叫松平元康 也就是老乌龟 当年啊 他被金川家给换回去了 现在长大成人 成了气候 作为金川家的先锋与信长对阵 面对大军压境 一时间呢 人心惶惶 整个伪章国能拿出手的兵力 不过四五千人 想要对抗强大的金川家 无疑是躺臂挡车 信长赶紧在青州城召开了军役 家臣们一个个无精打采 魔王呢 也只是随便说了几句 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 人们都说呀 知田家的运势到头了 当年的农历五月十九 前方来报 金川家一路猛进之后 开始停止不前 毫无动静 应该是在休整 信长得知 竟然高兴的一跃而起 当场跳起了姓若武 敦胜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 人间五十年与夏天之内相较 如梦似幻 一度得生者 岂有不灭之离 这里的人间和夏天呢 都是佛家用语 有的翻译啊 给翻译成人生五十年 这是不对的 你不能给人家改名字 在佛家的理解中啊 宇宙有三界的说法 所谓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就是指的这个三界啊 三界啊 分为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呢 自下往上分为地狱 人间 六欲天 其实啊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 人呢 生活在人间 地狱装着恶鬼 而六欲天 住着天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仙 六欲天呢 又自下而上 分为六层 其中最下一层 称为四王天 那住着四大天王 也叫做夏天 在这里呢 一昼夜相当于人间的五十年 所以才说人间五十年与夏天相较 如梦似幻 顺便说一下呢 欲界的最高一层天呢 叫他化自在天啊 也叫化天 这里住着魔王博寻 哎 博寻是灭佛的啊 而且神通了得 因为住在第六天 所以也叫第六天魔王 哎 信长的外号就这么来的 那又扯远了啊 话说信长跳完舞之后 立即披挂 传令士兵全体出动 一边朝着敌方前进 一边召集余步 路上啊 信长不断派出赤后 探查金川议员本镇的地点 最终到达善兆寺的时候 身边已经集合了两千余人 而在不远处 金川议员正在大口酒肉 士兵们也在休息整顿 他轻蔑的认为 信长这个伪装大傻瓜 就算是假傻也不敢主动迎击自己的大军 于是啊 毫无警惕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突降豪雨 能见度变得很低 信长大喜过望 看来是天助我眼 随即下令全军向金川家本镇突袭 只求迅速解决战斗 拿下金川议员的人头 等信长领着人冲进来的时候 金川家的士兵还在那吃饭呢 一时间措手不及 竟然四处逃窜 而金川议员本人也喝了个鸣丁大醉 迷迷糊糊的就开始逃跑 等回过神来 已经被信长的两名侍卫给追上 议员也不是怂的 滚落马来 立即跟两人搏斗 砍断了一人的一条腿 咬断了一人的一根手指头 东海盗第一公许不是白叫的 可惜最终还是双拳难敌四手 加上九还没全醒 首级被人家割了下来 金川议员一死 整个金川大军失去了战役 开始全面撤回 信长不仅击退了十倍于自己的对手 而且还干掉了全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大名 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伪装的那个大傻瓜 真不是个烦人 此后的信长犹如一匹黑马从战国时代杀出 进而左右了整个日本的历史进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讲到这 咱们好事多魔 下期接着讲魔王